民进党18号起展开党内2020总统大选初选领表登记 原本仅现任总统蔡英文表态争取联阵 其他党内天皇皆滚风不动 他民进党成功守住新北与台南两席立委席次后 扶选有功的行政院前院长戴金德决定承担责任 投入党内总统初选 战事向现任的蔡总统瞎站铁 戴金德一早先派人到党中央领表 自己则在11点40分左右 才现身党中央缴交登记费与民调费 供新台币500万完成参选登记 戴金德成功抢下投降 成为党内第一个完成登记的参选者 戴金德表示 这一次立委补选虽然保住了基本盘 但他也深刻感受到民进党主境艰辛 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展开统一台湾的进程 基层忧虑 若民进党输了总统大选 民进党失去的不仅是政权 主权跟民主也会遭受空前的危机 因此这场2020大选关系着台湾的未来 有许多声音督促他要承担责任 经过审慎思考后 他决定要挺身捍卫台湾 基于对这块土地的使命跟热爱 我自应更应该要有 捍卫台湾的承担责任的勇气 因此我决定响应周恩泰主席的号召 也回应基层民众的期待 登记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 并且决心竭尽所能 凝聚社会支持的力量 力往狂难 至于赖清德的参选 是否形同对现任的蔡总统逼宫 造成党内分裂 赖清德则有不同解读 这个是责任的承担 民进党是民主的政党 经由了民主的程序 来进行一场超越个人 超越派系 完完全全为台湾的君子之争 就不会有团结的危机 民进党总统初选18号到22号 开放领表登记 预计4月17号确定提名人选 随着赖清德投入战局后 2020党内初选选战也正式开打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 郑祥云 刘玉秋采访报导